大家好,我是老符 今集也要分享一下警察宿舍的地方 我朋友自小的家人和舅舅和大伯 全部都是做職警察 他父親都是這樣 所以自小已經是住在警察宿舍 有一次他純粹去找表姐玩 也很正常 差不多8、9歲的家人只有表姐一個 所以他去了何文田的舊地方 現在都是成為豪宅的警察宿舍的地方 他去到那地方自然是玩的 沒有什麼 兩個小孩子白燕坐升降機 跑完上海又跑下來 因為沒有東西要玩 家人都放心 因為在這個宿舍範圍裡面 全部都是所謂的政府公務人員 你都不擔心有什麼事發生 而門口也有所謂看守的朋友負責 好了,兩個表姐和表弟一起坐升降機 進去升降機 在那裡按升降機 升降機上去 突然間有一層打開了 有一個人進來 那個人打低頭 沒有任何反應 是打低頭 而他的衣著 在那個年代 因為我的朋友跟我差不多大 都是四字頭的 但在那個年代 他八、九歲的話 其實都不會穿一些很舊款的 好像文初的長衫 男人的長衫 類似我們形容恐怖一點的 就是紙紮公仔的衣服 是不會穿的 他們覺得很有趣 是否有人在表演 或者排戲之類 他們兩個八卦 按升降機上去的時間 這個人是沒有按升降機的 他們照樣升降機的時間 那兩個小孩子 就是我朋友和他的表姐 八卦地越污越前 越污越前 想看看那個人 究竟為什麼他會打低頭 一直都不看著 頭髮都生氣了 當他污到過去的時間 他們兩個就害怕 爆哭了 因為那個人是沒有面孔的 好像我們平時看到 沒有面孔 沒有眼耳口鼻 他們兩個害怕得很厲害 八、九歲 不懂做 大喊完之後 就剛好開那個電梯門 他們跑出去躲在一角就哭了 究竟那個人是什麼 是整股人的人 還是他們真是這麼不幸 所以遇到靈界 而我朋友還記得 這個所謂靈界的朋友 袋子 袋子的時候 是有些金元寶等等的東西 但是到他長大之後 他就記得了 那天是七月節